到通天地有行外 思路风云动静中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融鬼谷指 今天所罗门的接班人 罗生又再度亮灯掌听板 而且你如果够细心的话 你会发觉所罗门成功的模式 即将要复制到罗生的身上 这里面的因缘在哪里 且听我娓娓道来 我们先看记忆体的部分 之前在节目一直请大家 要多关注的记忆体概念股 这里面我就说了 当AI要开始起来 散热起来的记忆体能不起来吗 难道云端不需要记忆体吗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潜藏的保障 也包括了从低润的限货价格 本来都是一路在下跌的 一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开始有跌反升了 那这就代表记忆体 未来是有势的 那我跟你分享的叫做4967的实权 包括他自己人也说 未来的一二季 记忆体完全没有任何降价的可能性 并且DDR5至少还有15到25个百分点的涨幅 在DDR4库存消耗完毕之后 涨幅也会跟上DDR5 也就是他的产品 就DDR4跟DDR5 全面性在未来会上涨 那如果产品会上涨 代表这两个股 财报就会变好 那DDR5的出货超过了50个百分点 从去年的第四季 到今年的第一季 为DDR5跟NFH 波段涨幅最多的期间 因此对于他未来的营收 跟毛利的部分 贡献度会非常的大 那既然这档个股未来会很好 财报的可能性跟成长性 都非常的棒 当时4967的十全 十全十美 四月底的时候 公开在节目跟你分享 当时没有涨 还在相对低档 但是发动讯号出来了 而发动讯号出来了 量还没有报 代表什么 代表这就是一个 绝佳进场的好机会 依然个股在追求的是什么 成长性 它的财报要好 现在做股票 你必须要 第一个要有梦 第二个要有钱 如果你的财报不好 未来的前景又不怎么样 这种股票看都不要看 别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我们要看的是 要嘛它有一个梦在那里 譬如有AI的 未来的成长性够大的 然后它真的会在 未来maybe第一季 或者是下半年 开始赚到钱的 这种个股充满了想象的空间 而且它还没有涨到 那这种个股你去做它 未来你的上涨的机会 就变得很大 就好像我在跟你讲的 4967的十全是一样的 它具备了很多标股的条件 然后一路啊 带你慢慢的从4月25 一路的带你做上来嘛 到了5月初的时候 又是长红棒 一路往上飙高 飙到了6号7号 都是亮灯涨停板 8号还在创高 十全实在是有够美 一路狂飙直接赚爆 甚至于520的这一天 拉回 拉回 冲高之后拉回 这是不是再度上涨的机会 一档好的个股 起长点你要能够掌握住 而它拉回再度 第二个起长点 你也要能够掌握住 我鬼骨子 有没有直接在节目跟你讲 520就是进场的机会 准备风云再起 529 今天 直接亮灯 涨停板 第一档做一趟 加码点又再赚第二趟 完全预告 完全赚到 这就是我鬼骨子的厉害 我跟你分享的这些股票 有本质 有位阶 我不会在冲高的时候 请你去追它 我都是要嘛发动点 不然就是拉回的时候 我带你进场的价格 有多漂亮 你自己看看 而且这些个股 记忆体的 散热的 重电的 AI的 3D视觉 航运的 都是具备未来成长性 而且是大幅度成长可能性的股票 不是带你买在起涨点 就是带你买在拉回的时候 所以你跟上我鬼骨子 加入我的鬼骨们 你的操作本来就会变得非常的顺利 那这是我的LINE 8 小老鼠GO888 这是我的LINE 你加入了小老鼠GO888之后 在这个地方 你用你可爱的 小漂亮的 手指头呢 给它点一下 就这个地方 给它点下去之后呢 就会有非常多的资料 任何的研究报告 跟各股的报告 我都放在我的记事本上面 甚至于连机器人要来了 那时候 所罗门 才刚开始 我就赶快在我的LINE 8 金融鬼骨子 蓝灯药的里面 跟你提早预告 机器人准备要来了 甚至于 来 帮我拉近 3338 散热相关的 好股票 那时候大家都在聊 这个双红跟齐红嘛 只有我跟你讲 新的股票要结棒 叫做3338的泰塑 5月2号 来 看下面 5月2号的时候 就提前放在我的LINE 8的里面 各位你通通都可以进场 而5月2号的时候 3338的泰塑呢 各位在2022到2024 我们看一檔个股看到未来的 可能性在哪里 它到底还会不会再涨吗 AI伺服器的出货量 年复合成长率 高达了22个百分点 年复合成长率 代表到2022 每一年都能够成长22个百分点 那在2020到2023 AI的伺服器的占比 对于它来讲 本来它没有在做AI伺服器 但是它现在开始切入了AI伺服器 并且它直接做的 就叫做在水冷的部分 也就是另一个说法叫做易冷 并且它也取得了抖音方面的大单 有AI伺服器 也有抖音的大单 并且在车用散热的部分 它也有一个大客户 叫做比亚迪 所以从车用的部分 车用的散热的部分 从原本的12个百分点 成长到了20个百分点 各位你去想一档个股 它本来的产品可能这个市场比较不青睐 但是未来它开始切入了重要的产业 跟大客户比亚迪 跟抖音跟AI伺服器 都开始有了连结之后 它的过去跟未来就会截然不同 它的成长性就叫做爆发 那这种个股当然就是可以投一关爱的眼神 所以我在5月2号的时候 把它放到我的Lite 8是有原因的 5月2号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你说了 并且在那个时候它的财报就已经越来越好 年增率高达160个百分点 表现相当的亮眼 5月2号就在Lite 8跟你说了 那今天3338的小散热之王 泰硕呢 成盘整理 各位这是5月份 5月2号在这里 各位你都有至少一个礼拜 至两个礼拜的时间可以买 我知道它未来会好嘛 它产业的成长性够嘛 它切入的产品又高单价嘛 它本来就应该要涨啊 不涨它要涨谁 之后的这一段 各位你在这边有没有轻松买轻松赚 之后它狂飙了全部都赚起来 各位这一段你跟上我的 有加入我Lite 8的全部都赚到 现在你随便卖 随便赚 今天3338 我可爱的小散热之王泰硕 又创了波段新高 那除此之外 我的YT的频道 金融鬼骨子 来帮我拉近 有发觉到我里面 替大家录的产业报告的里面 就有散热加AI 这至少是三个礼拜前左右就录好的 然后跟你讲谁 IC设计 各位我一切都讲在前面 所以不管是我的Lite 8 小老鼠GO888 或者是我的YT金融鬼骨子 都欢迎你们的加入 这里面会有很多重要的讯息 要跟你分享 希望你能够掌握得到 那3014的联阳呢 各位这档个股第一季的营收的部分是15亿元 盈余率27.3个百分点 本期的净利率就第一季 赚了3.9亿 年增15.47个百分点 每股盈余来到了2.45块钱 从NB跟这个IO晶片的部分 全球的市占率 光光是连扬 就高达了45到50个百分点 各位这叫市占率 全球有几乎一半都是连扬在做的 都是连扬在做的 包括了控制晶片的部分 从NB的控制晶片 市占率高达了35到40个百分点 它是全球最大的领导厂商 就是3014的联阳 各位我在替你找的股票 都具备了很棒的本质 包括了大户都在里面 那有本质 有成长性 有大户筹码在里面 各位 你当然可以买嘛 我带你做的股票不都是金平股 大户筹码从相对低档 股票都没涨哦 联阳本来都没动哦 但是大户拼命的买 黄买 而且它本质够好 这不就是你可以 可以关在眼神的时候吗 结果3014的联阳整理完之后 缓步垫高 都还没走完 下半年它还会再更强 今天我卖了一档个股 各位做股票都是这个样子 你来我这里 你来我这里 我都是带你买 有本质的 有成长性的 未接在低档的股票 然后 涨到了相对高档 我会获利出清 各位我昨天带你卖了 6546的政达 涨了一段 创新高之后 我把它卖掉了 今天 8089的康全店 它叫印度阿全嘛 因为它在印度的这块 吃得非常的重 我已经跟你讲好久 好久了 5月9号就跟你分享这档个股 然后一直到今天 全国家族成员帮我做见证 我们涨一段上来之后 全数获利出清了 各位你来我这边 我带你做的都是好股票 紧接着像是重旗的部分 跟加世达的部分 你们都可以去多留意了 那如果觉得自己操作的 不是那么顺利的 各位都过去了 未来怎么做 它才是真正的重点 过往怎么样 不是学到就是得到 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都是可以让自己 未来变得更好的一个 一个本钱 但是未来怎么做 就很重要了 各位没有不赚钱的人 只有不赚钱的思维 如果过往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各位做改变 改变就能够开始 有不一样的成果出来 紧接着6月份 最强的精品股 我准备要开始进场了 欢迎您的加入了 一起加油 好有需要帮忙的 就请你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 导播进广告 当你知道一档个股 它未来会涨的话 因为你过去的经验 跟你讲这些个股 你就你的方法来做 就我鬼谷指的操盘数来看的话 它本来就会上涨 本来就会上涨 可是这档个股 你发觉它还没有涨 那不就是一个绝佳 可以赚钱的机会点吗 4919的新唐 各位它从原本没有AI 切入了AI新蓝海 然后还切入了Intel Google 而且这档个股 还没有涨 本来在相对低档 昨天才一根长红棒 来帮我拉近一点 你看这一块 这边不就是一个绝佳 可以进场来买股票的时候吗 那昨天带量 来看整个图 昨天带量做一个突破之后 今天有创高哦 那今天创高之后 一个小拉回 量能是说的 代表什么 代表它即将要过高了 这个高点一旦 今天量说嘛 maybe明后天稍微整理 最晚最晚下个礼拜 它就会过高了 过高之后 就会是这档个股的主身段 这档个股的基本面非常好 未来的成长性也很够 第一季因为日本的地震 所以财报被打了下来 但是法人在这里 却是狂买了 法人狂买 难道不是因为它 未来下半年会很好吗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在还没有过高之前 各位赶快做出动作吧 我习惯一切都讲在前面 接下来聊机器人的部分 所罗门 它很好玩哦 等一下再跟你聊 它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广民 昨天创高 今天也维持在相对高档 机器人 你来我鬼谷门这里 有很多新的股票要接棒了 之后 之前一趟 拉回再跟你做分享 又一趟 你可不可以赚一趟之后 再赚第二趟 广民 我的广民狂飙 而我的盟力呢 之前也是涨起来 横盘整理 各位没有跌破 一定有原因的 量缩之后 这边来看整张图 开始在爆量 向上攻了 而一直到昨天创高 今天稍微整理 但是整体的均线都还在 并且来到了这里 来量能慢慢在缩了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两个股 准备要开始 再过高 它这里就是 你不敢追嘛 你不敢追的 它就标给你看 股票都是这个样子 这一阵子 它又会再往上创高 而 8374的罗生 已经好多根的涨停板 来我给你看图 8374的 你看这档个股 它超好玩的 我有没有跟你讲 它就是 这边爆一个量 这边又爆一个量 这边在爆量的时候 它有涨吗 没有涨 它就给你横盘整理 而这样的情况 跟谁一样 第一次爆 在爆量的时候 有人追的 把你洗出场 非常的磨 磨到你 根本就不想再做它 但是第二次爆量 当你不想追的时候 它给你讲真的 跟谁一样 有看我节目的 一定都知道 跟所罗门一样 那时候你看 本来的爆大量 现在看起来都已经不再是爆大量了 3月12号在哪里 3月12号是它的起场点 12号在这里 刚过高 拉回个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第五天就开始 网上喷出了 你去看 所罗门它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之前的爆大量 已经不像是爆大量 对不对 但是你有看我节目 一定都知道 它爆一次大量 洗完之后才又爆大量 爆完大量之后 你去看 当它要开始上涨的时候 一根 两根 三根 到第四根的时候 它突然涨停板被打开了 然后过高之后 横盘整理 对吧 这样的行为 你不觉得跟 罗生很像吗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今天爆大量 把涨停给打开 你以为不会再涨了 各位 手法几乎就是一模模一样样 都是在上涨之前 给你洗两次 第一次爆大量 有人跟着 全部把你洗下车 第二次在爆大量 你已经不会跟了 它就给你标真的 跟所罗门的手法一模一样 甚至于用开始 跳空上涨的过程 它都是跳空到最后 第四根 第五根的时候 才开始把你涨停给打开 它都玩同样的手法 各位 我就讲到这边 希望你听得懂 我为什么跟你讲 所罗门之后 还会有机器人 会上涨 除了广民 广达的子公司 广民的背后 它还有一个子公司 一样是做机器人相关的 跟所罗门做的 也非常的像 所以你们就 投以关爱的眼神吧 各位 你来到我鬼谷门 我这里永远 有最好的股票 而且背后 它在玩什么样的花样 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 那有没有机会 你没必不知道 但是我这里 通通都知道 你就跟着一个知道的人 来做股票 你未来的操作 就会非常顺利 来 神盾相关的集团 包括了像 神盾 安国 跟安格的部分 各位可以投以 留这个关爱的眼神 包括了其他 各位现在的股票 很多整理 又已经进尾端了 准备要开始发动了 各位你看 散乐的双红跟齐红 你就知道 涨一段 横盘整理了 它有没有又 又再涨第二段 3017的齐红 涨一段 横盘整理了 它会不会再有第二段 同理可证 重电相关的 涨一段 拉回之后 这边它还会不会再有第二段 亚利跟华晨 都是涨一段 300多块钱 带你赚到900多 拉回 这都是个机会 那还有一些 是我会员的施房菜 我就不跟你说了 我的会员都会知道 来聊聊航运的部分 各位4月9号 没人跟你聊的 我来聊 2609的杨明 今天又再创 波段新高了 各位它比 电子的标股 还要再标 你只要买到对的个股 你就可以赚钱 就这么简单 4月9号 在这里 我们看图好了 4月9号的时候在哪里 各位这个叫做4月9号 4月9号在相对低档之后 它一路往上狂飙 跟这个万海的部分 各位这个时候 不会有人跟你聊 只有我会跟你聊 只有我会跟你聊 包括了像是 这个玉米 跟星星 你看4月9号 只有我会跟你聊 原因在哪里 原因不就是因为 我知道它会长吗 包括了像是会养的部分 都是因为我知道它会长 所以先跟你做分享 那股票它就是这么好玩 你知道跟不知道 你能够得到的结果 就是完全不一样 股票它就是这么样的迷人 因为你即便错过了这一档 未来都还会有新股票 等着你来赚 万物不为我所有 但是万物可以皆为我所用 六月最强的金平股 我准备要开始进场来布局了 各位过去没有赚到的都没关系 未来你要赚到 所罗门没有赚到344个百分点 你有加入鬼谷们的 你有在一开始就进入 持有所罗门的好朋友们 344个百分点 1000万进去出来叫做4440万 一档对的个股就办到了 那你把它去头去尾 赚300个百分点 你即便赚不到300个百分点 你赚100个百分点 你加入我鬼谷们 赚100个百分点就好 你的资产立刻翻倍 就这么简单 而且我一切讲在前面 从头到尾给你追踪到最后 所以紧接着 未来的股票 是你该好好的掌握的时候 而且未来的股票 是你能够好好掌握的时候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 就请你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 跟上我鬼谷子 加入我的鬼谷们 让我来帮助你 未来的好行情一起加油 好 今天的节目 就先进行到这边 愿我如长风 半君行万里 我是金龙鬼谷子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